我再溫一下知觉论 知觉论是第一 帮我们自己 知觉我们里面发生什么事 接着跟人们分享 分享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上次讲到有四种风格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种是家常便饭 讲讲普通的东西 那种是人生必须的 但是没有它也不行 如果你平日吃饭 一起做什么 那些没了也不行 但如果只是那些沟通 那些沟通实在很肤显 第二种是会给人一些指示 或者是压力 有轻量和重量 轻量就是 告诉人们有什么应该做 重量就是指责 迫白 其实那种感觉是不好的 第三种风格是什么呢 就是讨论 事情的讨论 事情的讨论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不会建立关系的 第四种就是建立关系 就是用这个知觉论 分享我们内心的世界 那么我再讲一讲我们的行动 有时我们的行动 有时都是很重要的 有些小小的事 比如说 我现在在你身边经过 比如有时 一个很标的地方 一帮人在这里 或者你在地铁 或者你要走过 麻烦你我在你身边 我想过 这个也是行动 我走在你后面 我想就是I want 麻烦你借名 I want 然后I sense 我看到 用于身体任何 看到 听到 闻到 身体感觉到 那些东西就是I sense I think 就是我觉得 我认为 我相信 就是我的脑 经过脑的 sense是经过身体的 又I want 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得到的东西 就是我想跟你聊天 我想听你多些 我想了解你多些 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会吵架 因为他总是不肯 说那句我想 比如说 他很想和你一起 麻烦你给你一些时间 他不想说这句话 他觉得这样很丑 于是就说 你都不陪我 你都不理我 你经常都不知道我在这儿 这是一个指责的方式 指责不是知觉论的沟通 知觉论是分享我们的 不是沟通别人的 但是别人 我们可以邀请他 用这个知觉论来分享 所以你不理我 这是一个指控 就是你的 有些人说话就是你 但其实我们应该用个我字 我都顺带说一说 有时有些人用个我字 和你字的错误 有些人会这样说话 你知道有时你会被人欺负 你便会生气 其实他是说我的 你知道有时我被人欺负 会不开心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说话 经常用个你字代替我字 就是你有时会被人欺负 你便不喜欢 你又没有朋友 其实他在说我自己的 有些人是习惯性 就算英文也有 有些说英文的人 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有些中国人比较多 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便要留意了 是否我们不能把自己表达出来呢 我们把自己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其实不代表我要逼迫你 我只是说我想我们大家沟通 我想大家认识多些 我想大家有开心愉快 一起合作 这个我想是建立关系的 I feel 就是讲到心灵的感受 就是我们讲的有几种主要的 就是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开心,忧愁, 愤怒, afraid, 惧怕 然后羞恥和内疚, 还有就是受伤害 这些就是内心的感觉 而内心的感觉 本身最直接的不是错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们当有一种感觉的时候 是告诉我们有一件事需要处理 譬如有个人欺骗我们 那我们的心会不开心 那不开心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需要处理这件事 第一,不受他的影响 第二,我如何跟他建立关系 那这是一个警号来的 一个警号是需要的 譬如说有贼佬来,你会害怕 警号告诉你,你要离开 你要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警号来的 不过人很多时就会有其他不好的反应 其他不好的反应是什么呢 有个人对你不好 接着就说,哎呀,都是我坏了 这是内疚 内疚其实不是直接反应 是一个其他负面的反应 即是有时人会有其他负面的反应 那些并不是原本的反应 这就将事情变得复杂 譬如有些人一被人说一些话 他跟着就起降了 跟着就反攻了 这是其他的反应 当他被人指责的时候 他立即说,哎呀,我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呢?我自己有没有做错呢? 人有没有做错呢?我怎么处理 这个是其实有他的功用 但他的功用呢? 那个目的是我们处理 就不是叫我们永远都不开心 而是叫我们 他处理了之后可以轻松回来 这个是有个目的在里面的 就是神做我们的反应 是有目的的 就是像你揭开沙灘的石 那些蟹会立即走的 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反应 反应就是有光的时候 有可能有人捉它 那它就会走的 那我们同样的身体会有这些 我们的心灵会有这些反应 这个反应本身 最直接的反应不是错的 是提醒我们有些需要做 但是当人不处理 天天都害怕 人家都走了还在害怕 那自己无缘办事害怕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是他不懂得处理 现代人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长期活在一种被人伤害 于是永远都受伤害 永远都不开心的状况 那这个是需要处理的 那譬如好像有个人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知觉灵有什么帮助呢? 那他一定要有一个信任 可信任和对他有帮助的人沟通才行 因为这个沟通 这个第四个style 就是沟通内心世界这种的沟通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 一定要对方都愿意的 如果一个人三不识七 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时会见到一些人 三不识七一见到你就开始说了 哎呀我又被老婆骂了 哎呀老婆又不要我了 哪个又对我不好了 那他就说说说说很多东西 那你说我都不认识你 你说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那这个是错误的对象 亦有时有些人是一个 伤害人的人 你跟他说了 他只是更加生气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人 是有爱心和可信任的人 才会分享这个内心世界的 这个是一个高度的关系 当你有人可以分享内心世界 恭喜你 即是你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 那么你是需要跟人建立关系 如何建立到一些友谊 让你可以有一些正常的人际关系 但是你不要是人见到他 你就在那里 经常都是I feel bad 我不开心 哎呀我烦恼 经常是将一些不开心给人 也都你又不会得到朋友 因为人家觉得你 真的很烦 很负面 经常都是负面 经常都是困难 那是需要处理的 不过你找到一个适合的人 尤其是辅导的人 当你告诉他你有问题的时候 辅导的人会帮你 这是一个礼物 那我就想训练我们当中的人 无论你去到什么级数 有些人是很成熟的 已经可以开始辅导的人 有些未到那个位 只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 我们能够跟人家有些正常的沟通 总之可以大家聊聊天 都可以帮助那个人 都可以对他们帮助 所以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辅导员 才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希望大家先熟悉这五项 熟悉这五项 让我们可以使用出来 好了 现在沟通上 我们上次说过这四种风格 四种风格的沟通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 那四种风格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家常便饭 第二种是有些指令式的 有轻微和强烈的 第三种就是讨论事情 第三种就是讨论事情 第三种就是分享内心世界 这里也有尊重人的四种模式 尊重的四种模式 首先就是说一下什么叫信任 然后先说这四种模式 那就是信任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信任这个人会尊重人 事实上有些人是难以信任的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信任是有程度的 有些人我们很信任 有些人很难信任 有些人是完全找到人信任的 因为是他也都和人交往有问题 所以他找不到人他可以信任的 那信任包括他什么呢 信任他是会尊重人的 就是譬如有个人 他完全不尊重人的时候 他见到人就踩 常常骂人的 是很难有人信任他 人见到他害怕 怎么信任呢 第二就是信任他的能力 代人处事和求助 就是说会和人交往 正常的交往 会能够处理事情 不会说一有什么事 比如说灯泡烧了 他又不能换灯弹 他就死了死了 我连灯弹都换不到 很惨啊很惨啊 因为他这个处事的能力 最基本的他都没有 有些什么事困难的时候 他就很害怕很害怕 这个就是 他没有这个处事能力的时候 人也都很难信任他 还有他会求助 有问题会求助 但有些人也不懂得求助 第三就是信任他会守乐言 就比如说约了两点钟见 就两点钟见 我约了你们今天是两点钟的 大家都希望大家都会尽量可以 如果你真的不行 我不会怪责的 我不会不开心的 大家不会因为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那下次我不敢来 因为迟了 不要紧的 你真的有原因 不要紧的 但是我们都尽量 令到我们能够 对一个群体有毁身 毁身大家都会开心的 对不对 那么就能够守乐言的 信任他 愿意关怀和帮助人 这个更加高度了 有些人是不会关怀人的 别人说的困难 他只是骂人 笑人 击人 而得信任的人 就是他一个会关怀人的人 会帮人的人 于是你跟他说话 他会正面回应 他会说 我听到你有些困难 我知道你很担心 就不会说 你这样我老早就说了你了 你这样做就一定被人伤害了 那时候那个人就会 以后都不敢找我们了 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 值得信任的人的人 而信任也很重要 就是包括我们的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是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还有我们觉得人怎么看我 我们的成功不成功 有时有些很特别的 那个人明明很成功 但是他自我形象很低 譬如我们知道有些明星自杀 你都很出名的明星 马里联盟路 我们香港有个叫什么 不了情那个林黛 就是自杀死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的人 这么有钱的人 会自杀呢 那是一定有他的问题 就是他本身 你可以说用普通人量度 是成功的 但是他觉得他不成功 为什么不成功呢 不知道是哪个位 可能有些人伤害他 可能他人际关系 恋爱的问题 有问题 于是他就觉得自己不成功 所以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来的 那在耶稣里面 我们学习什么呢 第一 我相信神看重我 第二 我都建立我自己的能力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不是要对到最高峰 才叫做聪明 不是的 我们不是追求聪明 我们是追求能够发挥生命 就是比如有个人 他跟人际关系 他经常吵架 经常都不太收场 跟人相处一定有问题 每一份工作都保持不了 就是经常被人炒鱼 那么他一定不会开心 他里面一定有很多伤害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用 所以这个第一 就是我深信神看重我 第二 我都建立跟人的关系 跟人沟通 做事进责 也都在神里面 我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能够帮助人的 就是人会评估自己成不成功 有没有能力 是否爱人 有没有自信心 有没有希望 还有内疚需要处理 值得敬慕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值得敬慕 有些人我们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 或者有些人觉得自己很羞耻 好了 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 我不看重自己 自己又不看重你 这一世纪真的有这样的人 他会如何呢 时时会批判人 整天都说 你真是坏啊 你真是不好啊 你真是什么 口出都是伤害的说话 口出都是批判的说话 而他自己都 没有人理我 我好惨的 我整天都是被人遗弃的 没有人喜欢我的 这种情况 这种人是很难相处的 需要医治才会结婚的 千万不要 你说见到人 这个人很自卑 那我和他结婚呢 那我多给他一些爱 他就会好 不可以这样混合来做的 为什么呢 你和他结婚 你对他怎么好都好 他就说 你对我好 是不是有些什么不良动机 你想利用我 你想利用我 他总是心里面会这样 他觉得没有人会真的爱他 所以有人爱他 他觉得你是假的 所以有时我教导 关于沟通 我说多些说关于沟通 肯定的沟通 欣赏的沟通 我爱你 我欣赏你 我娱说你 我感谢你 如果说律法的沟通 都要幼和 麻烦你做这件事 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我感谢你这样做 这些是幼和的方式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那不是很假的 我说对你来说是不是假的 你对人令他舒服是不是假的 他觉得人与人相处就是说 哎呀 就是很喜欢租质的 其实在学校 我在中学的时候 已经发现那些同学 他说他很喜欢租质人 就作为自己比人厉害 踩人 是经常都喜欢笑人的 因为他就是习惯了这样做法 有些人笑人 都是玩玩的 不过我说基督徒 都是不要做 因为笑下 真的会有时 那个人真的受伤害 所以我们学习 不要进入这种模式 第二种 就是我看重自己 不过我不看重你 这种又觉得你很惨的 其实这些第三种是健康的 一二三种都是不健康的 就是说我看重自己 不过我就不看重你 就是说你又没用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李小龙临死那几天 我刚刚在电视里见到他 很偶然的 完全我没有追 一个节目 请了李小龙 李小龙出现了怎样的态度 他一头是岳起的 岳起和那个负责人说话 那个人在网上有 有一套短短的影片 说回他那次的interview 和李小龙的interview 李小龙当时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总之抵抗他自己 他说我 有人说他用把刀要挟 一个好周文怀 他就要挟他 他说我不用用刀 我这个截拳道 这个一串劲 他就示范给这个人 那个节目主持人 好像是何守顺 好像是何守顺 何守顺 好像是何守顺 他就 他就先跟何守顺 说你不要抵抗我 就是不要用一身挡我 你游远一点 没有问题的 你跌到一张梳化里 没有问题的 我手指碰着你 然后一用劲 整个弹了去 他就示范了这个东西 但李小龙一路说话 他的头是恶起 这样来望人的 那种态度 那几天后 我看到新闻就说 李小龙暴毙 真的很惊讶 这是想到想不到的事 有些人就是我看重自己 不过我看不起你 你是没事的 你是 nothing 你是不值得看重的 这种人真的很难相处 有些古老式的老板 也很常常这样 经常都租资一些下属 第三种 我不看重自己 我看重你 例如有个人 想追一个有钱的人 你什么 我都肯和你做 我什么都肯和你好 你又高贵 你又美貌 美貌如天仙 你又有钱 你又有才华 读书又厉害 什么都好 这个人可能被他赞到 喜欢到不得了 但是这样的人 我是没有用的 不过你又很高贵 所以我对你很好 其实这种也是不健康的 因为他只是想利用对方 到某时候 他就开始不是这样 到某时候 他就会转型 我也都知道有个人 这个是亲自 两夫妇一起 不是辅导 是因为是关系的缘故 大家聊天而已 那他太太 就形容那个丈夫如何追她 她说 起初一点都没有对男孩子 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过她每天都送花 因为这个女儿是很漂亮的 她的样子很漂亮 她每天都送花 每天都有摘花放在她的桌上 她们是同一间公司工作 那她就 很久了 于是见到她一年都是这样送花 就开始 愿意了 愿意跟她结婚 不过她就说 结婚之后 开始 她不是那么喜欢跟她聊天 她得到她 就没有兴趣聊天 就不是怎么样 只是追的时候就很有兴趣 追到 没有什么兴趣的 有时人就会这样 第四种是什么 我看重自己 我是宝贵 你也是宝贵 你是重要的 所以你的感觉是重要 我会听你的感觉 我们觉得一个人重要 才会听他的感觉 听他的不开心 听他的烦恼 都会回应他的 这就是我们看重你 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 无论这个人有多不好 我们都学习看重他 就是说 他有多不好 当他说出他的问题 我都专心听他 我都回应他 这样的时候 人就会觉得 我们是尊重他 尊重他 就是有机会改变 所以希望大家 在沟通的时候都留意 到底我会不会有些不喜欢他 所以我就会少看他呢 我们有看少人的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 赦免我们 帮我们改过 因为将来到审判 神都会审问我们的 你见到你弟妹 假设 你见到你弟妹 其实你不喜欢他的 你经常都不喜欢他 你经常都不喜欢某个人 他是不好的 不过你永远不喜欢他 这个不是将来我的荣耀 这个都是罪 我们不喜欢某些人 都是罪 他不好 我们知道他的不好 但我们接立他 善待他 这个就是成熟的基督徒了 而尊重自己和别人 是好关系的基础 就是关系要好 一定有尊重 没有尊重的时候 关系一定有问题 而尊重的时候 就会用知觉论去沟通 这是一个高度的关系 不过 就算那些没有这么高度的关系 我们依然尊重他 也都聆听他 以及尝试了解他的知觉论 而我们那些 跟他的关系好的 我们都用知觉论和他沟通 那些关系就会改善 加深 要不然整天的沟通 都是一些枯淺的东西 好了 其他沟通的重点 很重要 第一 就是爱心接立和关怀 就是从心底处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这个是马太福音12章35节所说的 就是他人良善 自然就会发出良善出来 就会自然想祝福人 想对人好的 那这个是沟通很重要 比如两夫妇关系 是不是只是沟通 不是的 是他真的有多爱对方 想对对方好 珍惜对方 我想令到对方舒服 开心 避爱 这样的时候 他的沟通才有意思 比如有时候 有些人沟通是什么 他为了得到他的遗产 他就会捧他 但其实他不是真正看中他 这样的时候 他只是一种目的 一个手段 人会知道 人会知道 谁真正对他好的 那些自然的反应是会知道 自然的反应 当他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 那些自然反应是会知道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对人有爱心 对人有爱心 神是喜欢的 神会赏赐你的 神会祝福你的 真是心里关心人 爱心 下面的第三行 爱心是真诚的 不是为了得到利益 也不是为了控制对方的 有时人就是想控制他 所以对他好 而是想祝福他 所以我对他好的 如果一个人爱一个人 无论多忙都会抽时间和他聊天 都会和他沟通 当然这个多小是有分别 我用一个例子 比如有一个人 他假设 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情况 是他离婚 离婚之后 他见到他的子女 比如不是他抚养的 是另外一个抚养的 他关心他 他见到他 他一定会和他聊天 他不会说 今天我 我只顾着看手机 我没有时间和你聊天 他一定会珍惜那段时间 这个就是 人 珍惜一个人 一定会用时间 我看过一个影片的片段 这个影片的片段 其实是说 因为我什么都看的 因为我认识这个世界 我认识这个片段是说什么 罪恶世界 因为世界上那些罪恶 那些黑手党那些罪恶的人 因为我认识这个世界 其实是几邪恶里面 因为我知道 我们基督徒 还要站得稳 那他就说到一个人 被人陷害 陷害就离开他的地方 就没得在他家 然后那几个月要回来 那我看到什么情形 他有两只狗 那只狗一见到他 那种反应 那种强烈 真的很难形容 反而人没有那么大反应 那只狗不断扁他 跳上去那里 不断回应他 两只狗都是一样 就看到狗 就会很亲戚人 但是人 就好像 有表达 每个人不同 当然有些人 他未必好像狗那样表达 但是 其实狗是 神送给人 最大的礼物之一 所以就算我们和一个人 几忙都好 我们都会抽时间 跟他沟通 比如你的家人 或者你结了婚 你都会 怎么都跟他沟通 这个是保持关系的 第二点就是 人家猜不到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需要沟通 我们爱人 我们说给他听 欣赏他 我们说给他听 不是他不知道的 我认识过黄泉道 在网上看到他的影片 或者黄泉道 叶牧斯 他经常上天堂的 他觉得他妈妈不疼他 但是他妈妈是疼他的 不过他没有告诉他 他就觉得他妈妈不疼他 但是他上天堂 那个人告诉他 其实你妈妈很疼他 然后他告诉他 而且你妈妈经常说 你的好东西 跟我们说的 他就回来告诉他 我有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上网看到的 你说证明天堂 叶牧斯 你会看到这几个影片的 第三就是 我们应该跟好的朋友 分享多些耐心世界 就不要假扮酷 在第密尼航那里 有时有些人就觉得 我这些耐心的东西 我不跟人说 我要像很酷 像James Bond那样的 我不用靠别人的 我是很坚强的 反而他是难有好的朋友 假扮酷 只是会恕留一道长 跟人之间有人质的问题 因为人们通常怕自己的弱点 所以就不敢说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如果我们能够 按照这个人的关系 你说出内心世界 是会更加令到人容易跟我们交往的 好了 先看看 也应该向人表达 欣赏关心和爱心 多谢人所做的一切 多谢你煮的饭 多谢你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帮助 我们的同工一起侍奉 我多谢你们 每一个 我们感谢主 多谢你们 我们欣赏和关心和爱心 还有我们的身体语言也会表达 例如有时有些人 跟我们聊天时 一直看着手标 现在没什么人看着手标 就看着手机 或者看着门口 即是他想走 或者你一边说话 他一边哩哩乱 想你快点停 他没有耐性 这些都是身体语言 那我们关心一个人 就会有表现了 狗就很表现了 那时候我打球 曾经很久之前 有一个人 一群人打球 他有一只狗在那里 他就去 不知道去买些什么 他就叫一只狗 坐在那里等他 那只狗就知道 真的不跟着他 不跟着他走 接着我坐在那里 到51 突然一只狗 一会站起来 接着我看 原来在远处 他开始出现 哇 那只狗 多醒觉 一会 立刻站在那里 他的身体语言 是显示他对主人的忠心 专注 那我们也可以对人 有一种专注 看重人 这样我们的身体语言 是会有表达的 第六 如果我们想用语言控制人 譬如用情绪 或者责骂来控制人 是人会离开我们的 譬如有些人说 如果你不要我 我自杀的了 我就不喜欢你了 或者你要做些什么 你送这么多礼物给他 你又不送给我 这都是控制性的 为什么你昨天不找我 经常都不找我 你其实是有空的 你又不找我 这就是控制性 当然一旦有控制性 人就会害怕他 就会退缩的 我们是用爱心 令人喜欢跟我们交往 不是用控制的方法 而第七 如果想和人建立 和维持关系 需要计划 和人有规律性的沟通 就是说 一定是保持的沟通 才能够保持到这个长期的关系 即是说 关系不是会自动有的 好的 我想大家第一 沟通的时候 用这个知觉论 尽量五样都说 而大家不要想着 一定是找辅导的 而是 你任何小事 譬如他买东西 很开心 买到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 或者你搭车 他的车离开了 或者有些什么事情 工作的顺利 或者不顺利 日常生活的东西 小小事都可以 就是一个练习 而其他人不回应 你说 他买东西买到的 什么回应呢 那我们都为他开心 小小事都为他开心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一个操练 还有回应就是回应什么呢 进入第四种的沟通 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沟通 有时有些父母跟我说 他说很想和你沟通 我说他有没有跟你说话 很少 有没有说过话 有 他说他喜欢的东西 那我就说 你就要跟他说他喜欢的东西 那种东西可能你不喜欢的 比如他喜欢打球 他说打球的东西 你就跟他说 那你说我不会说 那你就叫他教你 你怎么打的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打的 他觉得你有兴趣 如果一个人跟你沟通 经常说 我想你讲就讲功课 其他我不讲的了 你真的没有兴趣说 但你喜欢的东西 他打手机 我不想他打手机 不过你听他说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打手机 你有什么喜欢的 都知道 既然他还没有解脱 那你就看他 然后第一层是这样的 第二层 你今次打到第几层 作为父母都可以这样 和你沟通 你上次打到多少层 你今次打到多少层 有多少分 你叻了 你叻了 你的功课 你叻了叻叻叻叻 都可以去引导他 你的生命 你都很聪明 你反应很快 你都可以提升的 有少少的事 我们都可以跟人建立关系 目的是想我们不只是说话 而是建立关系 所以稍后就尽量有这个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